他一直睁了眼睛 一直睁了眼睛 就一直盯着天花板 医生都说他的那个瞳孔 已经互动了 2017年 北京医院一位年事已高的老爷子 因抢救无效离世 就在子女准备老人后事时 竟发现了诡异一幕 老人睁大双眼 怒视着上方的天花板 一副心中怨气未散 一怨未了的样子 这让一旁的亲人感到惶恐 此时很快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有心的记者决定 探秘这离奇事件的真相 没想到竟发现了惊天秘密 老人为何会出现死不明目的现象 难道真是心愿未了吗 事后记者在调查中 又会有何发现呢 一圈三连 点个关注 2017年8月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三甲医院里 有为老人的离世 让病房里的气氛变得极为诡异 陪伴在旁边的家里人发现 老人虽然已经失去了呼吸 但眼睛却睁得圆圆地 看着上方的天花板 似乎心有不甘 有遗愿没有了结 看到这一幕 老人的女儿气不成声 赶忙劝告老人 说家里的一切都很好 让他放心 不要再担忧子女了 女儿一边说 一边用手抚着老人的面颊 想让他闭上眼睛 安心离去 可是 无论女儿怎么用力 老人就是不肯闭眼 执拗地看着前方 众人无计可施 只好求助医生 而医生却表示 他也无能为力 这种情况下 只有老人自己才能解开心结 医生询问老人的子女 之前是不是做过对不起老人的事 让他临死也放不下 病房里的人连忙摇头 他们一家子向来都很和睦 从来都没有闹过矛盾 子女也都非常孝顺 不可能做出让父亲难以放下的事 就在这时 女儿注意到 老爷子的手上紧紧攥着一张纸条 他取过纸条 发现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 大致内容跟工资 收藏品 以及手机备忘录有关 看到这里 女儿心想 可能这些东西跟老人死不明目有关 于是他便凑近老爷子的耳边 向他承诺 一定会妥善处理好收藏品 听到这句话 林老爷子似乎身子一软 双眼竟神奇地闭上了 看到老人终于合上了眼睛 家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老人至死都念念不忘的收藏品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生前的时候 也没见他跟家里人提过啊 为了解开谜团 林老爷子的儿子和女儿 带着电视台的记者 来到老人的卧室里 四处寻找了一番 没过多久 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些 类似藏品的东西 在老人的床底下 林小姐找到了不少包装精致的物品 其中主要是一些连号的纪念钞 有美元的 也有人民币的 甚至还包括G20峰会的纪念玉玺 看起来价值不菲 根据老人手机里的备忘录记载 这些藏品的价格都很高昂 少则数千元 多则几十万元 全部藏品加起来 共花费了120多万 林老爷子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 家境称不上富裕 这100多万是他毕生的积蓄 为何他平时省吃俭用 老了却要买这么多收藏品呢 据林老爷子的妻子回忆 老头没什么艺术细胞 平常也不了解那些文丸古董 甚至连购买这些藏品的事 老太太也被蒙在鼓里 大家陷入了一头雾水中 最后 还是在老爷子的手机里找到了答案 女儿林女士在父亲的微信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对话框 老头给对方的备注是娟 最近一两月 老头连续给他发了几十条信息 对方却都没有回复 看完聊天记录 林女士得知 父亲的这些藏品 都是从娟的手里买来的 起初 女人将藏品卖给林老头 声称这些收藏品价值高 很容易升值 并且向老人保证 一旦他急需用钱 可以将藏品退回 拿回本金 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然而 林老爷子住院后 需要手术费 准备向娟 退还藏品 拿回自己的钱时 对方却音讯全无 不再理会老头的恳求 为了把事情弄明白 林女士决定和家人一起 寻找这些藏品的销售公司 可是 事情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还有 这个就是巴西奥运 专年军钞 这个是五万九千八 这个三张 五万九千八 经过林女士的统计 老爷子购买的藏品 主要来自八家公司 她寻着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挨个找了过去 然而 让林女士感到疑惑的是 这些所谓的收藏品销售公司 足足有六七家都是大门紧锁 被警方封上了封条 为此 林女士专门拨打了公安局的电话 向警方咨询这件事 警察则告诉林女士 这些公司涉及传销和诈骗 相关负责人已经被关到拘留所里 等待进一步处置 这么说来 林老爷子购买藏品的行为 并非出于爱好 而是被那些诈骗犯给忽悠了 幸好 在寻找最后一家公司时 事情有了转机 这家公司没有被警方封查 还处于营业状态 看到林女士进来后 工作人员二话不说 直接向她推销起了店里的商品 林女士见状 决定将计就计 暂时不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 看看这些人是怎么忽悠买家的 这名工作人员 把林女士等人引到墙边 向大家介绍起了墙上悬挂的连号钞 她表示 千金难买连号钞 这些连号的纪念钞十分珍贵 且升值空间巨大 可能买回家还没两年 就翻了好几倍了 林女士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这些连号钞 发现其版式与父亲所收藏的 那些纪念钞如出一辙 问及价格时 工作人员的回答也不出所料 大多都是五六万元 有些甚至达到了十九万之巨 让人瞠目结舌 结合之前被警方查封的那些公司 林女士的心中 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疑问 这些藏品的价格 真的如销售人员所说 有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这么高吗 林女士打开手机 在购物平台上搜索了相关字眼 藏品的实际价格让它大跌眼镜 同样是所谓的巴西奥运三连超 在销售人员的口中价值五万九千八 但在网上商城里却标价十二元 这摆明是抢钱啊 贩毒都没有这么高的利润 于是林女士向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其实是来退货的 想要用家里的藏品换回父亲生前积攒的养老钱 然而 这名工作人员却表示 商品一旦售出 该不退货 对于林老爷子购买的那些藏品 工作人员说他也不太清楚 可能是某些销售人员为了把货卖出去 故意夸大其词 毕竟 要想自己拿到升值利润 风险却由商家承担 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呢 工作人员说的没毛病 但这个公司欺诈林老爷子也是事实 为了追回百万巨款 林女士只好选择报警 希望依靠警方的力量 逼迫他们把钱交出来 公安局的速度很快 接到林女士的报警电话后 立即出动民警调查此事 在多方确认之下 该公司确实存在诈骗的嫌疑 且涉及金额数字巨大 为了避免群众继续受害 民警将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抓了起来 并给公司大门上贴了封条 然而 林女士追回钱款的愿望 却始终没有实现 警方表示 这家公司似乎早有准备 交易金额并不在公司账户上流动 而是私对私 一旦将货物卖出去 钱就自动转到了 其他人的账户上 经过多次分散后 已经找不到了钱款的去向 林女士想要拿回这笔钱 可以说是难如登天 林女士听到警方的描述 想起了网上 闹得沸沸扬扬的电信诈骗案 大笔金额转走后 就再也没办法取回来了 没想到 林老爷子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因为内心的一点贪欲 把自己的棺材本赔了进去 以至于临死前都悔恨得难以瞑目 林女士为这件事奔走的过程中 发现受害者远不止自己的父亲 有些老人听信谗言 足足花了两百多万元 购买所谓的收藏品 甚至连唯一的一套房子都搭了进去 面临流落街头的困境 面对记者的采访 这位老太太不停倾诉着丈夫受骗的经历 她表示 最近一段时间 丈夫王老头突然爱上了收藏 购买了大量的联号纪念钞 有的价值上万 有的花费了十几万 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而言 这样的金额无疑是天文数字 可是 王老头居然眼睛都不眨一下 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下来 王老爷子回忆 当时那个销售人员讲得天花乱坠 说这套纪念币十分珍贵 并且是限量版发行 马上就要停售了 一旦停售 纪念币的价值就会飙升 涨个五到六倍是很轻松的事 如果运气好 涨到十倍也不是不可能 听到这里 王老爷子像是被灌了迷魂汤一样 没有多想 立刻就给销售人员赚了钱 把这套纪念币带回了家 生怕晚一点就被别人给抢走了 十几万块钱到手后 销售人员没有善罢甘休 而是继续缠着老爷子 说手里还有一套更珍贵的纪念币 只需要二十来万就能拿下 如果放到拍卖场上 至少也能值一百多万 一想到生殖后的场景 王老头心里变得十分火热 一咬牙 再次向销售人员赚了二十多万 把纪念币买下了 在之后的几天里 销售人员仿佛赖上了王老爷子 每天给他发消息问候 然后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的 有珍贵藏品的消息 诱惑着老头继续购买 直到最后 王老爷子的银行卡上的钱 被全部转走了 两百多万元 换来了几十张看似贵重 实则等同废纸的联好钞 可是 即便如此 销售人员依旧没有放过王老爷子 他们继续开展语言公事 让老头去银行贷款 贷出钱来购买藏品 换做一般人 这时候应该察觉出有点不对劲 但王老爷子年龄大 脑子一时间没有转过来 再加上销售人员 持之以恒的洗脑和忽悠 竟然真的同意了这一荒谬的提议 他用自己的信用 去银行里担保 共计贷出了七十五万元 毫无意外 这笔钱没有在老头的手上 待太长时间 很快就悉数 被销售人员给吸了得干净 更让人绝望的是 这群诈骗犯并没有就此收手 他们拿到前后不久 提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要求 让王老头把房子卖掉 用买房子的钱继续购买藏品 到了这时候 王老头终于醒悟了过来 要是把房子卖了出去 他和自己的家人该住哪呀 销售人员则不慌不忙地表示 房子卖掉只是一时的 等出售藏品时 能赚到数千万元 到时候直接买下二环内的豪宅 还省得搬家了 这种鬼话 也只有傻子才信了 可是 就像那些沉迷在赌场上的赌徒一样 一旦陷入到某种痴狂的情境中 就很容易丧失理智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王老头虽然心里觉得有些怪怪的 但始终还是没能察觉出来 浑浑噩噩地就把房本拿了出来 与别人签订的出售协议 并和之前一样 把卖房的钱交到了销售人员的手上 这件事最终还是惊动了家里人 当知道 王老头花了数百万元 甚至把房子都卖出去后 妻子差点气晕了过去 他不停地谩骂丈夫的愚蠢行为 眼角流出了无助的泪水 家人的指责声 将王老爷子彻底骂醒了 他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几天前 他还是个生活滋润的退休老大爷 转眼间就变成了身负几十万债款 失去房子的落魄老头了 毫无疑问 这比前夜和林老爷子一样 再也追不回来了 俗话说 养儿防老 现在很多年轻人 却因为自身压力大 上有老下有小 往往重心会放在自身事业和孩子的培养上 从而忽略老人的精神需求 这才让心存不轨的人有机可乘 近些年来 老人身陷诈骗的案例比比皆是 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重视 新鲜事物的追求 精神食粮的空缺 诈骗方式层出不穷 会让老人眼花缭乱 一不小心就中招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 常回家看看 抽点时间多陪陪父母 让他们不再成为空巢老人 编号 Ǒ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